大家好 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 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 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 每年都有很多商品出口到各个国家 所以中国制造已经遍布全球了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提高 环保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 最近我国宣布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用品不再出口了 这就是一次性筷子 相信大家都使用过一次性筷子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快餐的兴起 这也兼成了每个餐馆的必备品 而我国木材资源丰富 也渐渐成了全世界一次性筷子的出口大国 由于物美价廉 我国一次性筷子销量很好 尤其是日本 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依赖 日本政府本身非常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但由于国土面积有限 木材资源珍贵 便一直把目光瞄准了我国 在我国限制一次性筷子生产之前 日本99%的筷子是从我国进口 相当于每年吃掉大概200万棵树木 现在我国为了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保护环境资源 不再出口价格低廉的一次性筷子 这一举动得到了国人的一致好评 因为这样做 能够极大的保护我国的木材资源 而中国禁止向日本出口一次性筷子之后 日本人就坐不住了 因为这意味着 他们失去了廉价稳定的一次性筷子供应商 会严重威胁他们国内的木材资源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是达达 下期材资源 把衞好 入俱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